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要学习一个始 开始的始 那么在这个字里面呢 有两个笔画 我们还是需要再学习一下的 这个笔画呢 跟我们已经学过的一些笔画呢 可以把它连贯起来学习 比如说我们来学习撇点 就是撇我们学过了 点也学过了 把撇跟点组合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笔画 撇点 还有一个呢是撇折 就是把撇跟提组合起来 这是撇跟提组合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学习这些符合笔画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轻松 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示范一下撇点的写法 这是一个撇 然后收笔 然后再上去以后再写一点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注意水跟墨之间的一种配比 有时候呢 就是你毛笔无意当中会多沾了一点 水会渗化 这种渗化不要紧 这个是比较这个 一种艺术化的一种处理方法 那么你要叫它恰到好处呢 那么你可以在行笔速度上面加快一点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避免过于的盛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撇 折 它这两个笔画 我们也一样 切撇 在转弯的地方呢 我们写题 好 我把它的骨架图画一下 可能大家会更理解 先写撇 然后这里加一个题 这样的话呢 大家对撇折也好 撇点也好 这两种笔合的笔画就会写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开始的使这个字 来帮助大家复习一下 那么开始的使这个字呢 我们讲的结构类型呢 是左右结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具体的一个结构 这个字呢 是左右结构字 左右结构的字呢 在汉字当中还是涨比较多的比例 那么这个字呢 在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 左边的 它是收一点 右边的放一点 这个字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呢 是一个口 这个口呢 写得特别的夸张 写得特别的粗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样的一种关系 下面呢 我来先示范一下这个字的骨架图 先写撇 然后翻笔上去以后 写点 注意这个点呢 稍微长一点 然后再写撇 然后再写提 提 注意这个提呢 跟下面一个撇折要联系起来 撇到这里是一道中心了 它互相穿插 你看这个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然后提 注意这个夹角 注意这个夹角 提 然后这个点 它的位置 注意这个位置 注意这个位置 然后呢 再写这树 注意这个树有一点斜的 朝这个方向 然后写横 注意这个笔画要写得粗 然后超出这个位置 再写这 然后上宽 下载 然后在这个 手笔 所以这些辅助线 都要画出来 使得能够 这个字啊 包括这个夹角 都能够很准确的 把握住这个字的结构 所以这个字的最大的 这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部件之间的互相穿插 形成一个很好的 和谐的一种关系 下面我来完整示范一下 这个是 先写片 把手笔 注意连贯性 提上去 互相穿插 注意夹角 然后一点 然后连笔 这笔要写得粗 然后粗 这个地方 继续要写得粗 往里面收 最后 写笔横 平衡 总体的结构 所以这个诗呢 它在写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这根线 这根线呢 它使得这个字 更加具有一种 个性特质 那么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谢谢